谢谢主席 各位我请一下杨部长 请杨部长 杨委员你好 部长辛苦了 志不落步 真的非常辛苦 我接续刚刚蒋委员的一些建议 我想他举这个例子 来巴勒斯坦的问题 来凸显 其实我本来也一直希望外交部 在未来的报告当中 也要琢磨一些入联的问题 就是至少我们有方向 我们努力 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在整个国内的政治态势当中 常常认为说两岸关系改善 那好像就变成马总统是亲中的 这些论点很多在媒体当中都呈现出来 甚至于在外国的这个外交我们去考察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你们两岸OK啦 没事啦 太平了 但是呢 他们不了解中间只是在整个文化经济上的 这个大家有一些协议 或者两岸之间的一些 会谈之后的一些成果 就是让我们民众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讲更稳定而已 但是政治层面当中 当然困难点还是有 就像那个常务理事国根本很难突破 但是呢 我是觉得至少在外交的领域当中 还是要把这个目标在琢磨当中写进去 我想这代表我们还是没有放掉这个目标 事实上公委员报告很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们政府执政以来 过去这三年一直没有放去参与联合国这个大目标 但是我是希望说至少你的会期开始的施政报告当中 业务报告当中 还是要把这些的努力的方式 包括 包括各美国尤其是美国来讲 或者其他国家 国会之间外交工作当中一直推进 或者是拜托各国的国会议员帮我们做努力的方向 我是觉得可以稍微琢磨 不然的话 整个媒体会觉得真的啊都没有讲 有啊我在报告里面特别提到 最近不久以前美国参与这个无意的通过 致使我们参与国际民航组织 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我知道 ICU UNFCCC都有提到 这些当然是主见次的参与国际组织 这一次的联合国 联合国的大会 我们也 我们让我们的各个友邦 在联合国的这个场域 联合国大会开会过去这几天 已经有23个这个国家 国家跟仁次他们的代表花言支持我们 而且也支持两岸这个关系和缓的这种努力 这都非常正面的 所以这些其实都都把它写上去 或许大家就没话讲 我们目标还是一致 那首先我还是要肯定那个部长 因为在我们一百年的驻外使节会议当中 是 你觉得办的怎么样 我认为相当成功 达到我们所要的一些目的 因为虽然那时候在办的时候有些媒体 就认为说好像为了选举在办的 但是我是觉得 思考起来我发觉 在整个不要说政党轮替啦 至少外交 外交使节来讲 一般你们是轮流或者区块的做一些 一些那个会议而已 区域汇报 那叫区域汇报 而且不见得是部长区好像 还是都一定是部长主持 这些年来都是部长区 过去因为部长很多地方不能去 所以才有次长的情形 那可是各部会不见得都能去吧 其他部会呢 其他部会尤其是像美国 我来以后过去两次 我都邀请相关的部会 包括经济啦 这个新闻局啦 教育部啦 文件会啦等等 他们都会支援吗 他们会啊 美国可以其他的呢 其他的几周呢 其他当然也可以啊 只要因为这种会啊 这个是检讨我们跟该地区 还有双边各自国家之间的 一个很好的机制 那我们也很希望将来 让这些在社外事务方面 参与程度相当高的部会 在开会的时候也能够邀请他们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至少 每一次 因为 怎么讲呢 那我们派外的那个大使代表来讲 不见得 因为还是有一些轮替嘛 对不对 那所以有时候他们要参与那个会 的不见得都了解 是 那有一些 呃 有一些时间上的某的关系 我是觉得 偶尔把它集合在一起 是 由真的国内的各部会 是 然后报告整个国内的情势发展 跟这个各种 就像你讲的 整个整个外交的新局 包括国内的卖动 包括整个的情况都能掌控 是 是 我相信大家一起 说来上课来 我常 那我记得那天去看家参委的时候 他们觉得 其实也蛮充实的 是 因为大家一致性的把国家的未来的方向 都能做一个了解 是 外交的国内经济发展 包括未来的一些新局的开发 很很清楚的把这个轮廓画给大家 那我是觉得这个成效应该很好 所以未来啦 当然 经费的问题 经费的问题 我们后来了解是 预算的问题 是 所以以前都是啊 几个人过去 全部都回来 当然是比较吃重 好 那我是觉得偶尔也应该这样办 是 我是准备 我是肯定部长这种做法 几年的办一次 全球回来的这个办法 是是 然后让每一个部会相关的 都来跟他们掌控 因为平安心讲啦 我们去考察的时候有些 那个代表处的 那个代表大使 他有时候这个国家 换到那个国家 回来的时候 各区在 在讨论的时候 也不见得有 宏观了解国内的情势发展 对 他不见得 此其唯一要开的原因 对啊 他们有时候几个国家 这样轮到来 掉机 他也不见得能了解 国内现在到底 产生变化 不要说代表了 不要说大使了 有时候处长 很久没有回国 他也搞不清楚 国内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虽然常常有新闻在做联系 但是那种氛围是没有办法感受出来的 一点不错 所以这种情况 我是希望说外交部还是 我是支持这样子的做法 谢谢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你报告当中 我希望外交部做一个整合啦 是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国内最近很多其他国家 以及东南国家 或者其他国家 来我们 吸收一些好的人才 我们有点人才要外流的这个优势 但是我们在整个国家的很多讲学军 也希望很多国外的一些人来国内 学华文也好啊 中文也好啦 或者是留学 但是呢 我发觉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教育部国科会经济部 有那个台湾奖学金 然後呢 教育部设置的是语文的奖学金 中央研究院设立了国家研究生学成 那中央研究院 那民主太平洋联盟有一个奖学金 那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你们也有一个外 就是外交部的奖学金 那这些来讲 我们发解 因为常常给我们成立的是说 不要说大部分都是外籍人士 那当然 乔委会有一些乔生的奖学金 这两个还分开哦 那这些啦 如果针对外国人来讲 因为其实 我们让外国人来这里留学 认识国 那个如果说 尤其是比较好的学术的一些研究的话 回到国内 他会帮我们讲话 因为他了解台湾 所以我一直希望也朝这方面努力 可是 这么多单位 在办 常常发现什么问题呢 这些办理的时间不一样 那外国人不见得搞得清楚 那过来是 重复报 报了之后呢 我录取哪一个奖学金 我就 参加那个 我那个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甚至看到 中央研究院的国际研究生 学成来讲 他的平均报道率才68% 所以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我们现在有这个编 编这个预算 希望多 那个邀请他们来这里做学习 但是呢 成效 我是觉得 还是可以再 再努力提升一点 那我是请教说 部长 在这些都可以培植国内 就是 国际上的 新的友人的这种人脉 那外交部能不能整合 至少 你们的网站当中 能不能把它整合出来 是 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在推动的就是 这个文件会在国外设置 这个台湾书院 外交部已经承诺 把外交部的这一部分的奖学金 结合其他部会相关的奖学金 把 全部都放在台北 台湾书院当一个平台 让国外的人 国外人士 直接去找台湾书院去 直接就可以连结到 各个部会各奖学金 这应该是一个做法 那你的意思是说 外国人如果要去来 来台湾做一些交流 或者是交换 或者是学习的话 全部都找 直接从台湾书院 外交部提供的奖学金 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比较有政治外交的考量在里面 好像我们有些是限定邦交国的 这个学生过来 我后来比较起来 你们外交部的奖学金最低 最什么 最低啊 每一个单位每个月 大概都是三万块 你们才一万五 哦 那个是这个 国和会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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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因为 不是 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的钱 是用来 聘请专业的辅导 因为 外国学生到我们这边来以后 很多发现 事运不良的 学程跟不上的 那这些常常会 中途的错学啦 那么外交部 特别 所以 可能编很多 但是实际上给他们是一万五 对 事实上 其他的就是做一些生活辅导吗 辅导的 我是觉得这样也不太对吧 因为我们发现 国和会这个做法 确实 达到了相当大的一个 稳定 这些国外的学生到台湾来的 学习的 这个成果 所以我现在慢慢 要把外交部的奖学 分批 每一年增加一些 增加三十个或是五十个 可是额度比起来 人家都是 两万五到三万的 平均都是三万 一样 他也是三万 但是这三万里面 给人家一万五 我们还要 留一万五 做生活辅导 而且我们 我们还请 我们还请这相关的大学 特别开设 专门的学程 这些都是额外的 我是在这个 私底下再让我了解一下 好好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好奇怪 那尤其我们是 本来是希望说 外交部能做一个整合 如果未来是交给台湾书院 我们再来研究 哪一方面做 但是这个讯息 我是觉得 有一个一致性的地方 让他们了解 而不是说 哇我一下早 看到外交 教育部网站 哎呦我去报 外交部网站我也来报 然后每个网站 没有一个整合 我们就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那如何去进入这个国家 有什么 针对外国人的奖学金 通通有一个 网站 或者一个什么样的 公布栏 这样子 让他们完全了解 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做了一件事情 我希望交易部可以做这样子 另外我想请教部长 不可能 现在打工度假签证的 有股几个国家 现在已经有六个国家 六个国家 哪六个国家 现在包括纽西兰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这个德国 还有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也是 那未来要开发的呢 有没有 我们目标锁定在欧洲 欧洲 是 英国 法国 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 目标 可行性如何 努力的结果 集会 相当大 那你觉得那个度假打工的成效如何 跟委员报告 非常大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 第一个 现在台湾是少子化的时候 是 平常传统上面 过去的 这个一些国人的美德 勤苦 耐劳 奋斗 碰到困难的环境 想办法克服 这些因为少子化的原因 小孩子在家里面 都被父母呵护得非常好 所以国外历练一下 对 到国外去以后 大概一年 他会发现他的子弟 受过这一种打工度假 他独立在外头 不同的文化環境之下 他坚强自立 这一种培养出来的 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小孩子回来 这个成果是一个独立即可 我现在跟你建议是 其实教育部现在也希望我们的教育 等国际化 那我上次参加过他们的会议 我觉得你还在课程 课程的那个教学纲要里面 在写国际化 你直接看有机会 要么去旅游 要么去打工度假 直接去接触外国的环境 是比较直接 当然利用家长会 家长或者是校友的人脉 去开拓 这比较实际 所以我是肯定这个打工度假 让小孩子视野 国际视野观 不是在课本里面文字去 那个了解国际视野的 但是重要的是 当然 我希望你各单位 这个几个已经开放的国家 去了解外交部人员的资源 情况 因为压力会很重 因为我们甚至去考诈的时候 刚好有发生事情联络了 小孩子 当然有些意外的事情发生 有些联络上 有些被骗的 或者什么都有 但好的很多 我也看到很多正面的 但是呢 这些把它统计起来 我是觉得 可以做 但是可能的问题当中 好好去把它做一个归纳 然后未来 还是可以再 像刚刚林委员讲的 很多外交部的事情 可以去上电视 买一些时段来打广告一下 让大家 国人更了解外交部的一些功能 好不好 谢谢